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将继续讲解《夜夜轮回》 在巴黎文经典里的其中一部经 有一次佛陀跟一位外道喀萨发说 佛陀说任何人说 造业者和受报者是同一个人 那么他就是认为从开始 他一切苦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自己造成的 所以也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他本身也必须受苦 佛陀说一人做苦同一人受苦 佛陀说 假设如果一个人认为 造业者和受报者是同一个人 那么他就是说 他从开始 他一切苦 一切苦都是他本身造成的 所以佛陀说 他是在 知取 常见 所以他认为 一人做苦同一人受苦 所以他是 知取 常见 但是 如果那位个人说 造业者 造业者 而受报者 并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 他的义 他是指 他 他 所受的苦 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是别人 所做的 而他受苦 所以佛陀说 一人做苦 内外一个人受苦 所以佛陀说 他是 知取 断见 所以在佛陀时代 有这两种 极端的邪见 一是禅见 另外一个是断见 所以 常见 常见论者 认为 一人做苦 同一人受苦 关键论者 认为 一人做苦 内外一个人受苦 所以 常见论者 认为 造业者 而受报者 是完全 是完全 同一个人 但是 断见论者 认为 造业者 和受报者 是 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是内外一个人 受到业报 但是 但是 你认为 这是 这是 真理吗 这是 真见吗 这并不是 真见 这是 邪见 所以要 正确了解 所以 常见 断见 都是 邪见 我们 必须 静静地 休息 提菩萨纳禅 我们才能够 真正地 了解 什么是 什么是 常见 什么是 断见 所以在 提菩萨纳禅 提菩萨纳禅 的休息 当我们 正确了解 一切 身心现象 都是无常 苦 而无我 我们 就能够 去除 这两种 邪见 常见 以断见 那么 什么是 佛陀的教导呢 什么是 佛陀的教诲 所以 佛陀 避免着 两种 极端的邪见 而教导 而教导 无我 和应援法 无我 和应援法 所以 在其中 一次开释 我已经 讲解了 十二应援法 所以在 常见论 在常见论 一个人 认为 一个 永恒的我 或是 灵魂的存在 所以 灵魂 或是 一个我 永恒的我 不断的在 轮回 或者说 如果他认为 一个灵魂 这个灵魂 不断的在 投胎 转世 但是 断见论者 断见论者 成为 所谓的 一个我 灵魂 只是 生存在 生存在 一生 就 在 这一生 这一世 当 这一生 这一世 结束之后 这 轮回 对不起 这灵魂 或是 这个所谓的我 也 也随着 生命的消失而消失 没有 下一生的 没有 下一世 并没有 轮回 所以 这是 唐见论者 和 断见论者的 所说的 一种 所说的 邪见 但是 佛陀 避免 这两种 极端 陷见 为众生 指示 指出 真理 也就是 佛陀 教导 无我 和 因缘法 所以 并没有一个 永恒的 我 灵魂 在 在 偷胎 转世 有些 佛陀的弟子 认为 有个人 或是 他们认为 心 正如灵魂 当 一个人 往生之后 这个心事 离开他的身体 又再次 轮回 所以 即使 佛陀 只要 佛陀的弟子 还没有 正确了解 透视到 无我 和 因缘法 他还会认为 这个 心事 随着一个人 死后 离开他 设身 而 偷胎 到 偷胎 转世 又再生到 下一生 但是 佛陀的弟子 很可能 不会相信 端见 因为 可以说 大多数的 佛陀的弟子 都相信 轮回 但是 即使 他们 相信 有轮回 有时 臭的观念 还未升起 他认为 这个人 或者 这个人 或是他的心事 当在生命 结束之后 他将 轮回到下一生 但是 佛陀并没有说 是 有一个人 或是 同一个心 一个我 或是 有所谓的 灵魂 灵魂 投胎 转世 所以我们 必须 去除邪见 然后 我们才能够 得到证见 只有当我们 得到证见 我们才能够在 修行上 不断的进步 所以 佛陀说 当一个人 要开始 四年初的修习 首先 必须清净 他的初业 这初业就是 在修行的开始 就是指 修行开始 佛陀说 必须 清净 其初业 这初业 这初业就是指 他戒 必须清净 然后佛陀说 至其见 幻者说 他必须要有 正见 他必须就有正见 其中一个正见就是指 业的正见 相信 夜以夜报 或者说 因果 所以 当一个人 正确了解 夜以夜报 那么他 也会 正确了解 有 轮回 所以 怎样的 去除 这两种 极端的邪见 和 常见 和断见 那么一个人 可以在 修行 彼佛圣拿禅 的时候 通过 精神的体验 而正确了解 其实 并没有一个 永恒的我 或是人 众生 灵魂的存在 真实存在的 只有 鸣而舍 或者说 五蕴 不断的 生灭 一个 现象 升起 消失之后 很快速的 又一个现象升起 这个现象也是非常迅速的消失 又一个现象升起 所以当 修行者 想要 透视到 身心现象的 真实本质 那么 他必须 赔议正念 赔议专注 准确的正念 在观察 在当下 升起的每个现象 所以 持续的正念 是非常重要 好 当 正念持续 正念 才 变得 越来越专注 准确 而且 所以 修行者 也必须 也必须 能够 赔议正念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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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 没刹那 正念 正念 只是投入一个现象 换句话 换句话说 在当下 没刹那 其实 正念 只能够 观察一个现象 正念 并不可能 同时观察 两个现象 或是三个现象 正念 其实 在没刹那 只能够 观察一个现象 但是 当正念 还不是很专注 准确 修行者 就不能够 在当下 保持正念 在一个现象 他的心 会同时 意识到 其他的现象 所以修行者 必须 不断的努力 付出足够的精进 让修行者 具足 精进的心 自然 正念 才能够 持续不中断 当正念 持续不中断 修行者 才能够 证得深度的定 有了深度的定 锐利的智慧升起 才能够透视到 真心现象的真实本质 所以 要能够付出的 足够的精进 修行者 必须 对 修行 或者说 能够将修行者 认得离苦得乐的方法 升起最大的信心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五根 信 就是指对三宝的信心 和修行的信心 也包括对业的教导的信心 所以 如果修行者 对三宝 具有坚定的信心 他必定能够付出 勇猛的精进 让修行者能够付出勇猛的精进 修行者 就能够保持正念 持续 从精神醒来的那一刹那 他就能够 提起正念观察 在醒的那一刹那 然后 睁开眼睛 转身 起身等等 他将会保持持续正念 当正念持续 他才能够得到深度的定力 所以要能够 透视到圣经现象的真实本质 修行者 必须 至少顺坚定 有时也称为 刹那定 当修行者真的 顺坚定 或是刹那定 那么 锐利的智慧 才能够生起 透视到 身心现象的真实本质 所以当 修行者真的顺坚定 当他在观察任何现象 比如说 当他在观察 当其的移动 或是收缩的移动 修行者透视到 当时有一系列的移动 一个移动 接着一个移动 换句话说 修行者首先 先透视到 当下只有移动 他并不能够 意识到 有腹部的存在 或是腹部在移动 所以当他透视到 一系列的移动 他也很清楚地透视到 每一个移动 并不是连接在一起 他之间 好像有一个非常维系的间隔 一个移动 又接着一个移动 所以他 他能够透视到 这移动与移动之间 有一个维系的间隔 好像 中断 那么 当正念 很明注意 他其实透视到 一个小移动 升起就非常迅速的消失 有一个移动 升起就非常迅速的消失 当他在观察收缩移动 他也是透视到 也是一系列的小移动 每一个移动 升起 消失 每一个移动 消失之后 又有一个移动 升起 然后非常迅速的消失 当他 保持正念观察 脚步移动 提推放 当正念非常专注 修经者认得 瞬间定 他也会得到同样的体验 当下是有一系列移动 一个移动 一个移动 接一个移动 一个移动 身体消失 又一个移动 身体消失 比如说 日常生活的正念观察 日常生活的正念观察 如果修经者 也能够保持持续正念 而且 当时正念非常专注 纯确 修经者也会透视到 只有移动 一个移动 一个移动 接着一个移动 所以当时 修经者透视到 一个移动 接着一个移动 他将透视到 这些移动 也就是 这些设法 都是无常的 非常迅速的 神灭 那么 观察之心 当时 是不是 有一个 同一个观察之心 在观察这 一系列移动 你认为 有一个观察之心 在观察 这一切的移动 还是 这个观察之心 也是神灭 观察之心也是神灭 随着移动 的生起 而生起 移动的消失 而消失 所以当 修经者能够 很清楚的透视到 身心现象 都是非常迅速的神灭 当时 他也能够 正确了解 这也是苦 因为 在经典 苦的定义就是 无常就是苦 只要你 修经者 还不能够 还不能够透视到 无常 他也不能够透视到 苦 那么 当他 不断的 体验到 一切身心现象 都是非常 迅速的神灭 那么 当时 他 他 能不能够 感受到说 有一个 永恒的我 或是人 众生的存在 他也不能够 因为 当时 他只是 体验到 只有明色 或是身心现象 不断的 生灭 并没有一个 永恒的我 人 众生 乃至 灵魂的存在 所以 在修系 比佛士纳 离的时候 修经者 并 修经者 必须 透视到 身心现象的 真实本质 当 修经者 真的 某种身入定 修经者 很可能 会透视到 设法的无常 但是 他 要 表示说 他要透视到 心法的无常 他必须 可以更专注 准确的真念 所以 这就是 为什么 我们强调 观察心法 也是 非常重要 如果 修经者 不能够 透视到 心法的 真实本质 有时 邪见 还未升起 正如 在佛陀世代 他的其中一位弟子 他认为 他认为 摄运 受运 祥运 行运 这些都是无常的 随着一个人的生命 而消失 但是 但是 世运 将 将 投胎 准世 或是 投胎准世 到 下一世 他认为 这个 世运 是 永恒的 怎样说 他会有这个 鞋间呢 因为 因为 他 研究了 佛陀的本身故事 在佛陀 还没有 成佛之前 他是菩萨 所以 他 他认为 这一次 菩萨是 比如说 他是 亚纳喀菩萨 下一次是 为 三达菩萨 等等 所以 他认为 从 这一生的菩萨 到下一生 这个 心事 并没有消失 他 他认为 这心事 并没有消失 然后他认为 是同一个心事 主导一个业 然后 这个心事 也将会 经历到 或是体验到 他所做的业 所以 他有这个 鞋间升起 所以 佛陀 所以 即使 他的 师兄 劝导他 放弃 放弃这个 鞋间 但是 他 不 不愿意 放弃这个鞋间 紧紧的 执取这个鞋间 认为 是同一个心事 从 这一生 轮回到 下一生 所以 他被 教到佛陀 之前 所以 佛陀 问他 当他说 说的 心事 是指 什么心事 他说 这个心事 就是 主导 所做的业 然后 也是这个心事 将会体验到 这个 业报 这个业 所以业报 只有苦 跟热 所以佛陀 直骂他 说他 如果 直取这个鞋间 会导致他 堕落 如堕落四道 所以佛陀说 正如 当我们 正念观察 比如说 正念观察 六根 以六层的 接触 假设说 有一个声音 一耳朵接触 当 声音一耳朵接触 当时 有什么生起 能够 觉知到 或是意 意识到有声音 是心事 或者说意识 所以这个 是我们就称为 听事 依照当时的音缘 而取名 听事 所以当 修行者 正念观察 听 那么 当时 他的正念 必须集中在 哪一个现象 听事呢 还是声音 是 心事 是 其实他必须 正念观察 听事 听事 因为我们说 在正念的修行中 我们必须实时观察 明色 明和色 或者说 五蕴 所以当 修行者 很有正念观察 听 听 如果 正念 不专注 不准确 自然 正念 或者说 观察者心 会落入 深层 换句话说 他 正念观察 听 其实心 是在注意 那个声音 但是 如果 因为修行者的正念 非常专注 准确 其实 他当时 正念 是在观察 听事 所以 如果修行者 很有正念的 觉知到听事 其实 听事 是非常迅速的 生起 然后消失 听事的 生灭的速度 是非常快 所以当 听事消失之后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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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 与鼻子接触 所以当时 又有个事生起 所以 这个事 是前一个事呢 还是 又是一个新的事 一个新的事 所以文 所以修行者 正念观察文 所以同样的 这个事 鼻事 或是文事 也是非常迅速消失 所以 佛陀说 即使 在当下 这个心事 并不是永恒 从听到闻 听事生起就消失 接下来 接下来 有个因缘 相 与鼻子接触 有个文事 生起 这文事 或是鼻事 也是非常迅速生命 所以 佛陀说 即使如果 一个人 能有正念的观察 六根 以六成 的接触 他也会体验到说 在当下 生起的心事 在听 或是在闻 在看 等等 也是无常的 所以 在当下 修行者 能够体验到 这四也是无常 那么 你认为 有可能吗 这个四 会从今生 投胎 转世到下一生 并不可能 所以 因为四 也是 也是 无常的 生起 就消失 所以 如果一个人 还没有 透过 真实的体验 透视到 心事的无常 有时 他们 还认为 还未认为 心事是永恒 乃至 有一些 佛陀弟子 也认为 心事 正如 外道所说的灵魂 是永恒的 不断的 投胎 传世 所以当时 如果 因为修行者 会非常 精进的 在培议正念 当正念 非常专注 准确 而且真的 正坚定 或是插纳定 修行者 这样透视到 身心现象 是非常迅速的生灭 所以现象 包括 设法 和心法 然后 观察自心 也是 一个 心法的过程 它也是 有 这三种性质 无常 苦 跟无我 所以 一切都是 生灭 所以 并没有一个 永恒的 我 人 众生 灵魂的存在 所以在 在 外道 他们 持有的其中一个邪见 就是 常见 常见论者 认为 一个 永恒的人 或是我 灵魂 不断 不断的投胎 转世 但是如果 修行者 能够 很有正念的观察 在 当下 身心 现象的生起 已消失 他自然 会 去除这个邪见 不再 持有这个邪见 那么 他们说 断见 断见 认为 所谓的一个人 或是终生 灵魂 只是 生在这一生 这一生 生命结束之后 就 没有 再有一个人 或是众生 灵魂 的生起 一切就消失 这是 断见论 断见论 但是 从你的 实修 或是 或者说 当你在 提波斯的那场的 休息当中 你会 觉得说 一个 现象消失之后 又没有 又再没有 现象的生起吗 并没有 比如说 刚才 文句的例子 当你在观察 在观察 脏起的移动 一个移动 消失之后 还会 还会有下一个现象的生起吗 还会有下一个现象生起 有时 有时是 又是一个移动生起 同样的 这个移动 也非常迅速的消失 那么这个移动消失 可能 比如说 痛生起 这个痛 也是非常迅速消失 那么 这个痛消失 很可能 下一个现象 又是一个移动 等等 所以 一个现象消失 又是一个现象的生起 同样的 观察之心 也是 不断的生灭 当一个观察之心 随着现象的生起 然后消失 当又一个现象生起的时候 观察之心 也会生起 所以观察之心 随着现象 随着现象生起 而生起 消失而消失 但是 断间论者 认为 当 这一生 生命结束 一切就消失 没有 下一生 换说说 没有所谓的轮回 断间论者 也认为 也没有 潜一生 所以 断间论者认为 如果今生 他受苦 表示说 他没有 造业 他没有伤害到 任何人 或是其他众生 但是 他 今生会受到伤害 受苦 那么 如果 没有 潜一生 那么 只有今生 那么他 他受的苦 他必定会说 是别人造成的 别人造成的 所以 但是 常见论者 认为 他所做的 苦 都是 他自己造成的 所以 所以他认为 一个永恒的我 或是永恒的人 众生 因为他过去造业 而今生 他必须受苦 所以 他认为 有同一个我 或是 人 永恒的我 人 或是灵魂 不断的在 投胎 转世 所以 他认为 有一个永恒的我 人 或是 众生 或是灵魂 但是 在佛的教导 佛的教导 佛的教导 人 众生 灵魂 那么 真实存在的是什么 真实存在的 只有明和色 明和色 所以佛多说 无我 但是 当假设说 一切身心现象 都是生灭 那么 当 当 一个人的生命 结束之后 比如说 在生命的 结束那一刹那 那个心事 也是消失 对吗 心事 也是消失 那么消失之后 会不会 又有一个心事的生起 会不会又有一个心事的生起 还会有一个心事的生起 对不对 因为 因为这是 日然的 过程 一个现象 生起之后 又有一个现象生起 一个心事生起之后 又有一个 一个心事生起之后 消失 消失之后 就立刻又有一个心事的生起 同样的 当一个人 在 生命的结束那一刹那 心事也消失 消失之后 又有一个心事的生起 所以 当又有一个心事生起 我们就说 又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新的生命开始 为什么 这个心事会生起呢 为什么 这一生的 在这一生的开始 在这一生的开始 为什么这个心事会生起呢 无明 无明 所以 在 四圣地里 佛罗教导 苦因圣地 或是极地 苦因圣地 或者 称为极地 这极地就是指爱 主要的这三种爱 欲爱 有爱 和无有爱 那么 这个有爱 它是以 常见论相应的 有 就是它相信 永远的存在 永远的生存 爱 就是贪爱 所以它是 以常见论相应的 在经线说到 有爱 是以常见论相应的 同样的 即使一个人 还没有 真物 一个人还没有重物 无明还在 因无明 必定 有爱 所以爱 包括有爱 所以 因有 因有爱 所以 又有个 心事的生起 那么 它将轮回到 哪一界 在巴黎文经典 我们说到 三十一界的众生 所以 它将轮回到哪一界 那么 要看它 今生 所说的业 业 可以说 是一个 重要的因素 确定 我们的未来 的下 只要一个人 还没有完全 达到究竟的解脱 那么 业 确定他 下一生的轮回 所以 一个人 只要还没有正物 那么 他就有 他就不断的轮回 所以 换句话说 常见论者 认为 一个永恒的 我 众生 灵魂 但是 佛陀教导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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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邪见 教导 因缘法 而无我 所以并 没有一个永恒的我 真实存在的 只有 灵和色 或是五蕴 所以 当 那个因缘还在 那么一个人 将不能够 脱离 轮回 是什么因缘呢 就是 那个 烦恼 无名 爱 得取 所以上次说到 苦因圣地 就是因为 无名 云起行 云起事 等等 所以只要无名 一个人 将不断的轮回 所以 但是 这个轮回 跟常见论 是不同的 常见论 认为 一个永恒的人 或是众生 灵魂 不断的投胎 转世 但是 在佛法 说到 只要 因缘 还在 就有这个 因为因缘 就会 这个 明和色 就会升起 所以 所谓这个 明和色 在真实法里 我们说 是明和色 在 观念法 或是 世俗地 所谓的一个人 就是 明和色 组成的 所以 我们就说 当一个人 往生之后 如果 我们说 他还没有达到 究竟解脱 必定 又有一个 世的升起 所以 这个世能够升起 因为 有爱 业 所以我们说 又有一个 新的生命 开始 但是 断见论者说 当一个生命 结束之后 一切就消失 但是如果我们 根据 因缘法和 无我 的感 来看 会不会 当一个人的 生命结束 又一切 一切结束 也不会 对吗 只要 那个因缘还在 就是指 无名 爱 而取 所以 同样的 断见论者 认为 只有这一生 没有所谓的下一生 他们也认为 没有所谓的前一生 但是 只要 因缘还在 那么 一个人 会因为 无名 和爱 又有下一次的轮回 所以 所谓的断见论者 断见论 也是一种断见 断见论 也是一种断见 换句话说 当 参修者 在修西匹波士纳禅的当中 当他 能够透视到 一切身心现象 并不只是 所观察到的现象 也包括观察知心 不断的 生灭 修经者将 透视到 没有一个永恒的我 人 众生 的存在 那么当 修经者 透视到说 一切身心现象的 生灭 他 当时 也能够准确 看到 一个现象升起 就有观察知心升起 一个 一个现象消失 观察知心也消失 所以他透视到 这个现象 与观察知心 之间的关系 有幻者说 有一个现象 生起 是因 观察知心 是果 当他 在 进行的当中 而生活参与 当他能够 准确的观察到 每一个动作 升起之前 有一个动机 当动机 升起之后 就有一个动作 自然的 升起 所以这个动机 也是一个心法 它也是一个自然 过程 它并不是 一种计划 或是 一种思维 所以 当 修经者的正念 非常专注 准确 修经者 能够 准确的观察到 一个动作 的开始 到结束 但 动作一结束 很快的 如果正念 非常敏锐 修经者将 就会知道 一个动机 升起 消失 然后又一个动作 开始 随着动机 并不是 一种计划 当 修经者在 练习精行 观察 观察 日常生活的 一举一动 除了观察 每一个动作 之前的动机 其实 修经者 当 想要做一件事 之前 也是一个 所谓的动机 有什么 可以标记为 想要 比如说 当 静坐 结束之后 有个念头 想要 起身 你可以标记 想要 但是 身体 还没有开始移动 那么 修经者 很可能 要 睁开眼睛 当时 其实也是 有一个动机 然后才能够 睁开眼睛 所以 当 正念非常专注 准确 修经者 将会 觉知到一个动机 才慢慢 睁开眼睛 当他要 移动其中一只手 也是先有一个动机 升起 然后他才慢慢移动 其中一只手 当那只手放下之后 又有一个动机 升起 移动那只手 所以当时 如果修经者 能够保持耐心 慢慢的移动 他将会 觉知到 每个动作之前 都有一个动机 而且没有 还没有做这个 活动之前 换句话说 当 他 要起身 之前 也是有个动机 或是 有个念头 升起 想要起身 所以 因为有这个 念头 想要起身 他开始移动 每个移动 都是 先有一个动机 才移动 所以 当修经者 能够 这样透视到说 让下 一个动机 一个动作 一个动机 一个动作 他也会 透视到 这个因缘法 所以当 修经者 透视到 这个因缘法 和无我 那么 当时 这个邪见 长见 与断见 将被去除 所以当 一个人 能够去除邪见 去除邪见 那么 他 才能够 真正得到 正见 才能够 更正确的了解 佛多教导 如 这四圣地 所以在 经典说到 当一个人 正确了解 这个因缘法 当他 正确了解 苦因圣地 他将能够 他将能够 克服 这个断见 当他 正确了解 苦灭圣地 他将能够 克服 常见 怎么说呢 当他 当他正确了解 苦因圣地 他将能够 克服断见 所以当我们说到 苦因圣地 我们说到 无明 缘起行 行缘起事 是缘起明色 等等 所以 所以换句说 只要这个 这个无明 还在 必定 另外两个烦恼 爱和取 也会 生起 所以 因为有无明 一缺行 而有 也会产生 他的 夜暴 和轮回 但是 断见论者 认为 只有这一生 没有下一生 但是如果我们 正确了解 苦因圣地 和这个 因缘法 所以只要 无明 爱 而取 还没有被 跟除 一缺行 而有 将会产生了 夜暴 和轮回 所以 当一个人正确了解 这个苦因圣地 那么 他就能够克服 这个断见 那么 那么 当一个人正确了解 这苦 灭圣地 那么他 将能够克服 常见 怎么说呢 常见论者认为 有一个永恒的人 我众生灵魂 我不断的轮回 但是 当一个人正确了解 苦灭圣地 换句话说 当一个人 灭除 苦因圣地 也就是说 当 无明 爱 而取 已经 断除了 那么 这个夜的轮转 行 而有 也断除 所以 当 烦恼的轮转 夜的轮转 已经 断除 那么一个人就能够 真的苦灭圣地 但是 常见论者认为 有一个永恒的人 我 众生 灵魂 不断的投胎 转世 但是 佛陀 避免这个邪见 教导这个 因缘法 而无我 并没有一个我 在 投胎转世 佛陀所教导的是 无我 这个真理 而因缘法 所以 所以 幻觉说 无明灭 是行灭 当行灭 是灭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 可以智慧 当他 真的出世间的智慧 只有出世间的智慧 才能够断除 无明和其他烦恼 所以当 无明 和其他烦恼 如爱 何取 被断除之后 那么 叶 也被 止息 幻觉说 达到叶的止息 当叶已经止息 就 没有再下一生的轮回 那么一个人就 认得 这个苦灭 圣地 所以 在经典说 当一个人 正确了解 苦灭 圣地 将能够让 他 克服 这个常见论 所以 在 这部经 佛多说到 如果一个人认为 造业者 与受报者 是完全同一个人 换句话说 一人做苦 同一人受苦 佛多说 这样的 这样的说法 是 辞取与常见论 然后 如果一个人说 造业者 而受报者 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 幻觉说 一人做苦 没有一个人受苦 佛多说 这是 辞取与 断见论 所以佛多避免 这两种 邪见 而教导 这无我的真理 而因缘法 所以当一个人 正确了解 这无我的 因缘法 他 就能够去除 这两种极端的邪见 也就是 常见 和断见 所以 如果我们 以那个角度 来看 今生的你 前一生的 前一生的你 是不是同一个人 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你 说 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 可能 你会 落入断见论 如果你说 同一个人 如果你说 同一个人 那么 可能 你 辞取与常见论 但是 在这部经典 要说明的 就是说 因为 因缘法 无我 而业的教导 那么 一个人 才能够 能够 静静的 修行 修习 范行 而达到 苦的止息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说 并不是 同一个人 也不能够说 完全说 不是同一个人 所以 今生的你 可能不断的 在行善 可能 你认为 今生 你没有做 任何恶 您 小小的恶 都 远离 都能够 抑制自己 不造 小小的恶 但是 有时 还有苦的 生起 如受到 人的欺骗 伤害 等等 那么 你受到 人的欺骗 伤害 你会认为说 我今生 并没有造 这种业 怎么会 受到 伤害 或是欺骗呢 所以 如果我们正确了解 就是很可能 今生 我们造的 一个业 在今生 成熟 所以 佛罗教导 并没有 所谓的 一个人 我 在投胎 转世 但是 在今生 很可能 有一个 一个业 前世所做的业 在今生成熟 所以 一个 一个人就有 受到苦报 所以 业 并不是 一种 宿命论 或是 命中注定 所以 因为 佛罗教导 这个 无我的真理 因缘法 某一个人 才能够 静静地 修悉 这个范行 或者说 修悉 八真道分 当他 成就 八真道分的修悉 他能够 又能够断除 烦恼 烦恼就是 在 这因缘法 就是指 无名 爱 而取 当 烦恼被断除 他 也能够 达到 这个业的止息 或者说 当他 达到究竟的解脱 那么 他不会再造业 那么 只要他 还没有 达到 涅槃 所谓的 无疑的涅槃 那么 很可能 他还会受到 过去 是 所造的 恶业 的业道 所以 我们 要强调的 并没有一个 永恒的我 共生 灵魂的存在 佛陀说 佛陀教导 无我 跟 禅间论 是不同的 禅间论 和断间论 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必须 正确了解 因缘法 和 无我的真理 所以在 毕波刹那参的休息 我们将 当 修行者 能够透视到 身心现象 都是非常迅速的生灭 然后 现象 的身体 以观察自身的身体的相连关系 在 在 进行 和 生活参与 当他 能够透视到 当下 每个动机 与动作之间相连关系 他将会更加了解 佛陀所教的 因缘法 无我 因果 或者说 业余 业余报 那么他 将能够 去除 这两种邪见 常见和断见 那么他才能够得到正见 才能够 继续 在修行上 不断的进步 所以 希望 所有的修行者 能够 静静的 在 培育正念 所以在 法序经义 做到 只有自己 才能造恶 自己才能 忽担自己 只有自己 才能不造恶 自己才能 清静自己 清静 一步进 只看自己 无人 能够 清静他人 所以你必须 本身 努力 去除烦恼 才能够 真正达到 清静 才能够真正过做 幸福快的生活 所以 希望 所有的 修行 常修者 都能够 付出勇猛的精静 培育持续正念 正得 深度的定 最后 智慧升起 透视到 这无我的真理 因缘法 然后 去除 邪见 得到真见 然后 不断的进步 最后 能够 断除所有的烦恼 而达到苦的止息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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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